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头评述 今天是整个北美都是这个长周末 整个北美啊 美国加拿大都是 所以这个北美都放假 那我们就做了 我就提前录制了这期节目 香港发生什么事情 8月31号发生什么事情呢 那我们就 大家就过后看吧 我只能这么说 很抱歉 但其实就我自己以为呢 很多事情都已经 其实一直强调就是过程 早在4月15号 巴黎圣物院着火 那天正好是这个 胡耀邦的忌日 而着火的过程 大家就惊心动魄 等到了4月底 4月30号到5月1号 是中共跟美国开启的第十次贸易谈判 我们印象当中说 九次贸易谈判 九个月九次贸易谈判之后 应该是条生路 结果第十次贸易谈判 习近平出尔反尔翻车了 就 了了 我们再讲七的定数 九的定数 就是跟大家这么解释的 当时讲定数是从贸易战上讲过来 贸易战上的生路没有 然后是自己 自己人的出尔反尔 欺诈 而这一份欺诈的承诺 是在12月1号 2018年12月1号 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埃里斯 川崎峰会奠定的基础 到了4月底 反了 结果当他反了之后 我们就跟大家解释 我说这回你看 巴黎圣元的大火 在预示着整个后面这一波 因为巴黎圣元的大火的本身 最后烧完了就完了 百分之百的神的 全留下来的 那是火结束之后 事情结束 完了之后 人们看到 而巴黎街头 跪满了年轻人 挺奇怪的 跪满了年轻人 唱圣歌 祈祷 因为面对大火 他们无能为力 无能为力 他们祈祷 无外乎就是求助神的力量 只有与神同行的人 才能有着这一份东西 而大火烧毁的 是余果的人的东西 184几年 在那一次修缮中建立起来的 包括塔尖 而184几年 正是达尔文的年代 马克思的年代 而巴黎圣元留下的东西 它里面放的东西 却是跟神有关的 而他的184几年修缮的那个设计师 是余果的崇拜者 而那个年代 那个时候的余果写出 同样是巴黎圣元这本书出来 而这本书 在后来的中国 包括我在内 成为了洗脑的一本书 洗脑的什么 信神的就是邪恶的 人应该放纵欲望 看巴黎圣元这个电影的人 大陆人绝大多数去看那个女人 就跟敲钟人的眼睛里是一样的 看女人的身体 把看女人的身体作为真心的目的 而表面上是追逐爱情 所以当 当年去巴黎圣元去过很多次 里面看到的都是游荡的女孩子 中国人 很多北京人 没有一个男人上那去看 游荡着寻找自己爱情的 很邪门 但很真实 肯定没有人这么评价 余果的巴黎圣元 对吧 你家有女儿嫁一个敲钟人吗 把你当爹的打死你 我把腿给你打折了也不能嫁给他 对不对 追逐爱情的女孩子 你嫁那样人吗 是不是 那女孩子死了 敲钟人抱着尸体死的 小样吧 中共的邪恶 洗脑邪恶 极其深刻 极其深刻 影响 影响着多少代人 我相信 包括他习近平 那 余果他 他的生命的过程 同样有他改变 结果回到现在 在香港 这一次又是年轻人 对吧 又是年轻人 结果在他们的抗议中 唱着悲惨世界的主题曲 悲惨世界 那余果的杰作 到了悲惨世界的时候 他的概念 跟写巴黎圣母院的概念 已经有了很大差距 不一样 而余果自身呢 有着相当对立的成分在其中 他拒绝自己是天主教徒 你别看 巴黎圣母院的主要人是以他的思想做 但他又拒绝神 所以很复杂很矛盾的一个人 在现实的生活中又展现了 我个人觉得 他有着这一份东西 但是在巴黎圣母院这一次大火中 我们看到的巴黎民众 年轻人的反应的与神同行 却跟今天在香港对等的年轻人是一样 那那个时候我们跟大家讲 巴黎圣母院大火的过程 就是中共很类似中共倒台的过程 因为他着火的那一天 是胡耀邦的死的忌日 而三十年前的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三十年前的事情就是他胡耀邦 所以在今天香港出的事情 完全是当时的重复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 题目这么说 华为新手机 谷歌应用缺位 会不会影响国际市场 华为的新手机 没有谷歌的APP 9月18号 要在德国目击黑 公布他的新手机 麦 麦克三菱 我不知道他怎么起了这词 你要让中国人说埋态 埋态就是肮脏垃圾 我不知道南方人是不是这么说 北方人讲埋态 你这人怎么这么埋态 对吧 吃饭低于拉拉 鼻挺拉叉就是埋态 路透社 由于美国对华为的销售禁令 他将无法搭载获得授权的 谷歌应用和服务进行销售 所以在此之前传出 华为去找这个俄罗斯的一家公司 去代替安卓系统 据说他要买 嘿 我个人看就非常滑稽 真的滑稽 说他在此之前发明了叫什么 红毛红怨的 甭管红什么东西 全是骗了 给自己打针 吃小药 非药顶上去 活着干死了算了 谁不让他死 习近平 你一定撑 撑过10月1号再说 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 不就印吗 华为在我眼睛就这个 什么都没有 你放心吧他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对中国市场影响小 因为华为依然可以使用开原版的安卓系统 在我眼睛里就瞎掰了 如果他有真正的完整版 跟开原版中间是有区别的话 他一定有他的原因 要不然他不会 不会有开原版的安卓系统 和自我封闭版的安卓系统 就这么回事 谷歌退出中国市场 那销售安 在中国销售的安卓手机 包括上述的应用程序跟服务 是 花钱买块砖头 照镜的照不了 中国市场以外 谷歌的应用跟服务 是基本配置 没有谷歌服务 就没有人去买 这是肯定的 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谷歌的地图 你就不能使用 对不对 没有吗 那你就画条线 你自己弄一个就完了 所以这是 这基本就完蛋 没用的 有人说那没用他干嘛还卖 10月1号习近平要称帝 你当然他得卖了 所有的事情要为习近平称帝 作为烘托 这个你要忘 那他不顾一切的 那袁世凯大帝 那当初也这么来的 对吧 我称帝再说我管那个 为什么 这辈子没白活 这辈子没白活 袁世凯你怎么骂他 人家称过皇帝啊 美国此前曾经再次延长了 对华为的暂时禁令 但谷歌讲 不适用 埋态三菱新产品 意味着华为新手机 在中国市场以外 难以对抗 豁免令 只适用于 现在已有的手机 不适用于新产品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